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六四相关的几篇评论文章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外交政策的观点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习近平的天安门家训 作者是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者唐志学先生 他表示在一九八九年四月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不久 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当时给党的主要领导成员写了一封信 并且警告表示如果葬礼安排的不好 那么就会发生混乱 就在两年前胡耀邦被迫辞职时 他一直是一位强有力的改革者 而习仲勋担心他的死可能会成为抗议的刀火索 当时政治局的常委胡启力开始啜泣 而习仲勋告诉他没有时间了 习仲勋在不久后发生的危机中身为激动 当最终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血腥暴力镇压而告终 一九九零年的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 习仲勋情绪崩溃 他在向暴力事件中被广泛厌恶的总理李鹏爆发了情绪 在争吵发生后不久 习仲勋移居广东 直到一九九年才回到北京 对于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与习家相关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而言 习近平似乎对六四事件非常的平静 自从上台以来他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过六四事件 然而在习近平直接或者是间接谈论六四事件的几次谈话中 并且通过他的行动 似乎可以看到他到底汲取了哪些教训 这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行动有所指引 文章表示 首先习近平把学生的抗议活动视为是危险的混乱 类似于在文革中的破坏 在毛泽东式的运动中 由此引发的全国性政治动荡 让习近平的家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习仲勋被红卫兵绑架到西安 被强行在那里接受批斗 后来被关押在北京 而习近平因为父亲被指责为积极敌人 也受到了相关的惩罚 在一九六九年 他是以下乡青年的身份去了陕西 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度过了很多年 有一部分是为了逃避当时北京的处境 儿童父一母的妹妹习和平被迫害致死 习近平与父亲分离很久 以至最终两人团聚时 习仲勋甚至都不认得这个儿子了 在一九七六年四月 周恩来是时候 习近平在北京正好赶上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 但是他拒绝参加并且警告别人也不要去 在一九八九年五月 习近平在福建做地方官员时 说文革是迷信和愚昧导致大乱 并且问道这样的日子还能再来吗 如果没有安定团结 那么什么都不可能 唐志旭先生认为习近平非常明确地把政治权力等同于控制解放军 还有使用暴力的能力 在文革的混乱时期 人民解放军控制了全国大面积的土地 以恢复秩序 包括与红卫兵还有其他团体之间曾经产生战斗 非常出名的一次 习近平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党对军队的失控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把这些言论解读为北京在一九八九年六月 所做的事情被习近平认为是正确的代号 而这样的评价也得到了习近平在二零一三年七月 在北京军区闭门演说的一次情况的相关佐证 他当时在演说中明确表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政治动荡中幸存下来 那是因为军队服从党的命令 敌人没有抢走一个兵 随后习近平又详细地引用了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的讲话 在讲话中习近平称赞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关斩将 习近平和邓小平都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得过类似的结论 根据唐志学先生的介绍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在听取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工作汇报后 习近平提到了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的最大错误是在教育上 邓小平当时是把抗力的原因归咎于党不能让学生相信党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使命 而这似乎成为了习近平的责任 习近平对于理想还有动机的先入为主 表明他对于邓小平的这番话已经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这从他对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的正确性的强调 似乎就可以看出 唐志学先生认为乍看之下可能表明 习近平通过肯定镇压还有悲剧中汲取这样的教训 是否定了他父亲的遗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事实 习中心的职业生涯表明 他相信政治动荡虽然本质上是不可取的 但是往往可以通过讨论和说服来解决 但是唐志学先生认为 我们没有过分强调待机差异的必要 因为共产党毕竟还是共产党 就像一九八九年的摇滚明星崔健在一无所有这曲歌中 曾经激励了无数的学生抗议者 只要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毛泽东的画像 那么我们就还是同一代人 无论习中心对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 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采取了任何措施 来反对镇压或者是保护学生 唐志学先生表示 令人震惊的是在暴力镇压结束后 他多次积极主动地表示支持这样的决定 比如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 习中心表示这两个多月来的风波 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 是极少数人利用动乱制造的反革命叛乱 他和邓小平一样肯定了解放军过关斩将 而习中勋和习近平两个人都一再表明 党的纪律必须战胜任何个人的疑虑 习中勋作为一个革命者 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 经常因为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 而不断受到挫折和磨难 但是他从来没有丧失过对于共产党使命的信心 到一九三五年他被逮捕 直到毛泽东到陕北 并且协助毛泽东创练了革命根据地之后 他才被释放 习中勋本人在一九六二年被清洗 比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其他的大部分领导早了很多年 习中勋在文革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广东当党的一把手 在那里他看到移民们成群结队的逃离共产主义 前往资本主义的香港 他的朋友他的直接上司胡耀邦 在一九八七年被毫不客气地免职 并且受到羞辱 然而习中勋对共产主义和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的儿子经常对这一点表示钦佩 今年六四的意义尤为强烈 三十多年来香港首次禁止举行六四的首页活动 据称是因为冠状病毒 而北京实施了新的国家安全法 意味着这样的六四首页活动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 至少是不可能在安全和合法的情况下 而随着香港和美国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 人们现在正在努力继续教训 以了解这些活动最终会意味着什么 但是对于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来说 天安门事件已经决定了习近平对此类事件的看法 认为他们是危险的混乱的 必须用宣传机器来阻止用暴力来解决 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需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看到 他认为只有党和共产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 现在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 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会发生一场全面的金融战 来限制中国进入美国金融市场 还有进行全球融资的机会 现在虽然已经有了一些限制中国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初步举措 但是分析人士一般认为 短期内不会发生很大的冲突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将对中国和美国都造成伤害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肯尼迪表示 中美两国还没有打打金融战的地步 因为双方仍然有四万亿美元的金融关系 限制这种关系的举动现在还没有开始 而渣打银行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也表示赞同 他认为目前的紧张关系更像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 而不是战争 他们表示如果美国为了报复北京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 而对中国的银行进行制裁 那么会引来相关的报复行为 比如中国可能会制裁在香港经营的美国公司 而这将导致双输的局面 尽管如此 美国最近采取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作是收紧中国市场准入的 更广泛的努力中的开局动作 比如在五月初美国总统川普发布行政命令 禁止政府的主要养老基金来投资中国的股票 而在五月底参议院通过了法案 要求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资企业 必须按照美国标准进行财务审计 要求全面披露国家的持股情况 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是不是为中共党员 而法案现在仍然需要众议院的通过 由川普签署后即可成为法律 要求中国遵守美国企业审计规则是多年来的问题 但是最近在瑞幸咖啡造假丑闻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在丑闻中高管们伪造销售数字来提升工资的财务账单 但是要求披露国家所有权还有中共党员的身份则是新的 而且直接针对中国的很多企业 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二零一九年的年度报告中表示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所有的信息披露要求不如美国企业这么严格 如果这些企业获得低于成本价的融资 或者是来自中国当局的补贴 那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竞争优势 而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是美国长期以来的要求 也被列入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高尚和摩根在三月份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认可 允许在当地的证券合资公司中拥有多数股权 现在中国政府表示将向外国公司开放金融市场 以扩大外国公司的开放范围 现在要求他们可以更多的随心所欲的投资中国证券 但是在川普誓言如果北京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后 中国能否继续进入国际私本市场 现在引起了很多的疑虑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不会对在香港开展业务的美国金融公司实施 会影响到美国金融的处罚 但是美国方面到底会走多远 现在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两位美国参议员上个月提出了一项两党法案 相对被认为是违反香港基本法的实体 开展业务的中国官员和银行来实施制裁 而基本法是中英两国在香港回归后 为香港制定的小宪法 在六月四号当天参议员获利又发起了公开信 表示希望能够在香港进行生意的美国公司 对中国强硬起来 特别是在对于香港自由的侵犯问题上 他表示这一些公司应该具有美国的价值 并且在关键时刻为美国价值发声 然而谈到有关于金融战 美国还有一个核选项 也就是可以把中国的银行阻挡在美元的清算系统之外 专家一般认为现阶段实施这样的计划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即使是有针对性的遏制 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专家表示在当前中美环境下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但是阻止银行的清算系统是非常危险的行动 对于两国都会造成伤害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于勇定则表示 中国可能会从任何潜在的制裁中受到伤害 但是绝不会主动发起金融攻击 他表示尽管有一些美国参议员呼吁中美金融脱钩 但是现阶段看起来还是不大可能的 他表示一旦环境发生变化 美中的金融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这一点我们已经谈了很久 中国没有亮出手中所有的牌 但是如果局势恶化 中国确实有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而在谈到中美两国贸易关系时 此前彭博社曾经介绍到 中国方面已经要求国有企业不再进口美国的大豆和猪肉 但是在今天在纽约一次智库的演讲上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强调 有关报道是错误的 他还表示现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得很好 而中方表现的也相当不错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美国媒体Politico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脸书这一家社交巨头 在如何处理川普总统最近帖子的争议中 在中四终于采取了措施 决定减少来自俄罗斯还有中国支持的媒体 在这样一个全球平台上的作用 科技巨头表示 现在将在脸书的今日俄罗斯新华社 还有人民日报等网站的网页上增加标签 警告人们这些是由国家受到控制的媒体 但是其他的由政府资助的独立运营的出版商 比如英国广播公司等则不会被列入标签中 从今年夏天晚些时候开始 脸书还将停止来自俄罗斯中国 还有其他国家控制的媒体组织 在大选前在美国购买广告的行为 公司现在没有具体说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禁止广告 而根据对于脸书透明度工具的审查 这些媒体很少买针对美国的广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